新港社区基幹界位 經營生效非常好 由客戴社区 比基跟海北社区合作 共同一行的社区基幹界位 透過政策動態演出 和政策的政策作品演出 讓我看見社区再一年來的文化電成果 新港社区基幹界位由客戴社区斷念比基 海北兩個社区作會 各位只是一年我 日前三個社区基盤成果電 不管你天空會增強 幸福勇士很簡單 爸爸媽媽面對我 時鐘才剛好 你把你弄我 日前三個社区基盤成果 然後那個 這是一個算是那種 3.58克 嗎? 3.58克 嗎? 3.58克 今年來 新港 客戴社区理書中標示 這個界位由三個社区作會版例 也在這裡上期基盤的大力合作 在我們有今天的成果電 這次我們採用的是在三個社區 輪流 輪流舉行這個聯繫會報的方式 那我們共同來討論我們各個紙計畫的執行的進度 以及成果 也可以藉著我們開會來走訪其他社區 然後學習跟交流 然後每次我們每次的會議 每次的會議當中 我們的縣府 我們的督導 淑青督導 以及我們的龍龍 還有我們的指導老師 謝老師 還有我們的社區資源中心的佳恩 都會到現場跟我們一起檢視我們的工作內容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紙計畫是一個志工的培訓計畫 那據點的成立 我覺得志工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有聘請我們專業的講師 來教導我們的志工夥伴 如何提升專業的技能 以及強化文書 以及電腦方面的能力 那學員也可以在課堂上 透過提問的方式 跟經驗的分享 然後在服務的過程裡面 讓學到的課程內容 讓自己在志工的服務方面 更加的得心應手 官政府 所推行的小型旗艦 要感謝的我們 北北社區理事長 我們台北社區理事長 秋政兵 我們北京社區 高主寶 理事長 所以這位的小旗艦 陳國展 一家在這三個社區裡面 是這次選出來的旗艦 但是希望我們管政府和美女 可以繼續跟我們補助我們的社區 做小旗艦的後續 讓社區 繼續發展 勇氣 經營 議會立委丹書寶 表示 為了解平衡社區的發展 內政部長也特別派向大家的活動 也希望就這個機會 讓中國看得到 地方對社區用作的努力 希望中國可以做得來支持 讓平衡社區也能發展自己的特色 我們有採訪社區 所臨航的小旗艦計劃 和海外 和北京社區 就是這個小旗艦計劃 可以有今天這個成功 也真的感謝我們歷史長大而已 我們所有社區的每一份主都來導臨 這是一個希望提醒我們社區 不管是各種的核心 各種的公園 相信有這樣的成果 大家也看到我們社區的成長 希望可以讓社區來成長 來核心 也可以在這裡更多的主委 來做我們社區改進的動力 內政部長在在政人的背動之下 參觀三海社區的成果店 並且和鄉親做會活動 長兵相當勞勞 也就有這個機會 讓鄉親看到社區能做的重要性 新中華新聞歷米洪新港 彩虹博德